高血脂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 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摄入过多 导致血脂水平不断升高 如果长期不注意控制 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食材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脂 保持血管通畅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一种常见的蔬菜芹菜 芹菜是一种低热量、高纤维的蔬菜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能够帮助降低血脂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芹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E、维生素K以及矿物质钙、铁等 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瓶干降压等功效 芹菜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 从而降低血脂水平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三道芹菜营养好吃做法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1.芹菜炒肉丝 准备食材 芹菜、猪肉、辣椒、鸡精 制作步骤 1.清洗适量的芹菜 剪掉叶子 将芹菜切成均匀的断状 加入食盐和清水 搅拌均匀 浸泡10分钟备用 2.将猪瘦肉切成细丝 并腌制10分钟 使用生抽、老抽、胡椒粉、鸡精、淀粉和食用油 确保入味 切红椒、姜、蒜、小葱 准备好用于调味的食材 3.将浸泡好的芹菜放入蒸锅中 蒸两分钟 至芹菜变软 然后取出备用 4.在锅中热油 炒猪肉丝至变色 然后加入姜、蒜、小葱炒香 加入蒸熟的芹菜和切好的红椒 炒匀 最后加入盐、生抽 炒匀至调料融化 即可出锅 将炒好的芹菜猪肉装盘 享用美味的芹菜炒肉 2.芹菜炒虾仁 准备食材 芹菜、虾仁、白糖、鸡精 制作步骤 1.切削老皮的西芹 准备虾仁和胡萝卜 将它们分别切成适当的形状 例如西芹切成块 胡萝卜切成菱形片 2.在一锅热水中 先焯煮西芹和胡萝卜块 焯水两分钟 然后用漏网捞出备用 将虾仁放入同一锅热水中 焯水一分钟 然后用漏网捞出备用 3.热锅凉油 倒出多余的油 然后加入虾仁和焯水过的西芹 在翻炒虾仁和西芹的同时 加入盐、鸡粉、白糖 并搅拌均匀 4.最后加入适量的水淀粉 继续翻炒均匀至汤汁浓稠 然后即可出锅 将下人西芹装盘享用 3.芹菜小饼 准备食材 芹菜、胡萝卜、鸡蛋、面粉 制作步骤 1.剩余的芹菜叶子浸泡在盐水中约10分钟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沥干水分 切碎 添加少许小苏打并搅拌均匀 以防叶子变黄 2.切碎的香菇、胡萝卜 备好其他所需的调味料 3.在锅中加热油 炒熟肉末 加入葱花 再加入香菇丁、胡萝卜丁 翻炒至熟透 调味以适量的生抽和蚝油 4.将馅料混合到剁碎的芹菜叶中 加入一个鸡蛋 然后逐渐加入适量的面粉 直到形成适合制作煎饼的糊状 5.在平底锅中预热油 将芹菜鸡蛋糊倒入锅中 用筷子整理成一个小饼 中小火煎煮 翻面煎至两面金黄 出锅后享用 享受浓郁的芹菜香味 总结 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 点个赞看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